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零伤亡愿景是道路交通安全计划 目的是减低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死亡和受伤 纽约市每年大约有300多人因为交通意外而死亡 7万多人因为交通意外而受伤 所以纽约市市长白诗豪在上任之后 首要推广《零伤亡愿景》计划 渴望能尽快减低纽约市的交通意外伤亡率 美东亚洲小姐将社区放在第一位 自编自演的交通安全歌和舞蹈表演 多次得到纽约市警官们的赞赏和民众欢迎 日前还和纽约市警总局交通部总指挥官 陈文叶三星警监在纽约市排名第一的 华人策划协会属下机构人税老人中心 宣传和推广零伤亡愿景计划 为交通安全的推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文叶警监并亲自解说交通安全的知识 并教导长者如何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 美东亚洲在探访中并为长者表演 和赠送出250份精美礼物给长者 并和长者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外心爆棚的领导人 主席是哪位呢 大家不用我介绍 何智慧主席 美不美女啊 美啊 如果她选美 我们选投她票做冠军 你想学怡态呢 你一定学她 不要学我 学我呢 你又拿到这个冠军 大家鼓掌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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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大家好 从怎样申请大学 到怎样成为一个法官呢 都是我们可以采访的队长 另外呢 健康是很紧要的 所以呢 我们和美洲中华医学会 合作了恒林精英节目 三号卫星 银行很多卫星 三号卫星 另外我们加入了 中国国家港电总局的长城平台 亚洲小姐呢 我们参与了很多社区的活动 其中我们参加了美画防盐协会 亚洲小姐呢 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州电视的品牌 我们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 他们呢 是由十六岁到二十四岁 是有学生 学历又很高的 由特殊 纽约的特殊音乐高中的学生呢 我们呢 呼吁大家呢 就过马路 就一定要平平 是 是 第二个呢 是 看 看要两边的 是 看,看,看,看 看 听,听 听 听 好,讓我們拍照 我講英文,他講廣東話 我講英文,我講中文 第一個,他就多謝亞洲電視 他說他多謝我們這些 這麼好的、這麼漂亮的亞洲小姐 給你這麼好的交通安全歌 以及支持 他講,上一次來 他是紐約市警察 社區聯絡處的高局局長 新的警察局長 他又認識官 當然這麼優秀 現在是交通部部長 所以,為何他今天會在這裡 我只是想要提醒六個事 和我們的新移民 和我們的社區 在中國城市 和整個城市 我想要提醒 學生們 很重要 他們使用鞋子 第一,他提醒哥哥姐姐 一定要走斑馬線 什麼叫斑馬線 知道嗎 那條線 很多線 斑馬線 OK 當他們跨過 在路線 不要假設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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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們跨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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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就不會濕雲,一定看到你了 有時老人家走慢一點 你進去,他看見,你看見,他就不會開車 是呀,他說哥哥姐姐有時走路,慢慢走,是嗎? 進去他們,他們就會知道不開車的了 不過他講中文的現在是 這張照片是很難看的 這張照片是比較難看的 其實是一個大貨車準備轉彎 我們要特別千萬小心 當你過馬路的時候,見到一部大車要過的時候 要很多位置的 所以你就千萬不要幫他開位 給多點位置 有時他們的車很高,他們看不見你 是呀,在家上你的車很高,是呀,看不見你 所以我們說可以說是大車,有甚麼呢? 巴士,可以說是垃圾車, 市場的車,或是車的巴士,或是旅遊車 還有大貨車 所以,當這些車都會開位置 所以,當這些車都會開位置 你必須要很小心 給他們很多空間 記住,當那些大車走過的時候 你記住,記住,不要跟他們開位置 給多點位置去,因為他們大過我們,是嗎? 還有,他還要提醒,很多公公婆婆都有很可愛的孫仔、孫女 有時我們還要帶著她,是嗎? 誰有?誰有? 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孫仔、孫女呀? 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 那些時候,人們會忘記 像這幅圖一樣,有個嬰兒的推車 那個人會站在人行道裡 他推著嬰兒,這就是人行道,是嗎? 不過她把嬰兒推到街上 對,她就把嬰兒推到街上 所以有時,那是危險 對小孩來說,是很不安全的 因為她把嬰兒推到街上 她自己就會很安全 她推棄在街上 但嬰兒在街上 他們沒有想到 他們沒有想到 她說,小孩是我們最珍貴的禮物 不要把嬰兒放在街上 因為他們趕著想過街 看見人們,我們會說他們聽 她說,因為小孩是最珍貴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過馬路的時候 你可以把最珍貴的禮物放在街上嗎? 可以嗎? 不可以嗎? 有時的車,他們駕車太快 他們轉一點點 就有事發生了 她說,有時的車轉得太快 轉,看不到就會發生意外 她說,一定要把你最珍貴的孫子孫女 退後一步放在街上 不要在街上 在街上 在街上 OK? 她說,她多謝 她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然後她又祝福我們的梅東亞姐 謝謝 多謝我們的何主席 今天我們人術中心實在太幸福了 因為我們華人最成功的 在各方面都非常有超出成績的 是哪一位呢? 陳文燕 是我們華人警察局最報告的